你们三位好像都姓陆 当地是不是就是 陆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姓 造型洞在 它是99%的人都姓陆的 在洞在有句话叫 无骨楼不存在 就是有洞在必有骨楼 有骨楼就一定是洞在 这个骨楼呢 也是我们洞族的三宝之一 好好看 那我们这个除了骨楼之外 还有两宝 都有哪三宝呢 有大哥 大哥 骨楼 骨楼 还有花桥 还有大姐 还有大嫂呢 还有大嫂 就被你们一弄的 三宝是哪三宝 大哥 大姐 大哥 大姐 骨楼 花桥 骨楼 花桥 大哥 对 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花桥 对 它是通过这个笋卯结构 来衔接而成 建造是不用一颗钉子的 哇 那花桥一般是 大家会在那边做什么呢 花桥它其实是 男女情歌对唱的一个唱所 相亲巧 这个地方 我偷偷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就是来我们洞在的话 可以去体验 坐在我们花桥上面 然后唱起情歌 说不定你的桃花就来了 这么一说全国的观众都知道了 没错 真是个秘密 公园相亲巧 他们有相亲巧 是的 其实我还是比较好奇 就是刚刚那个三宝里面那个大哥 到底是哪位大哥 大哥不是 大哥的大哥 是唱歌的歌 唱 歌啊 洞子大哥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一种多声部 无指挥伴奏的自然合唱的一种演唱形式 因为多声部是很难的嘛 肯定是要看指挥的 之前我们中国是没有副调音乐的 然后1986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洞子大哥出访法国巴黎 轰动世界音乐界 被誉为金拳般闪光的音乐 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 之后中国就认为有这个副调音乐 对 这真的太厉害了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音乐都是 就是在民族的时候都是单声部的音乐 就有一个和声在里面 是的 特别特别的难 而且那个气势 就感觉我们就特别想去现场感受一下 站对面的时候一唱 是的 手拉手一排排 我们也跟着一块摇摆 满足一下国豪的心愿 先唱给你们唱吧 现场来一下 好的 到到三宋东家 昨天白了老空 我哄到四月之旁 周末西华 谢谢 好痛啊 韩哥也是洞足大哥 是不是 你怎么一来就会叫韩哥 你就合进去了 韩哥 我是那边的汉劳 我是汉劳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我在 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 叫李建青先生 他曾经在他自己的歌曲当中 放过这个歌 我唱一下 你听听看是不是这个 好的 是这个歌吗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大家